特別注意,這個Breaker其實是配合Fold 或者如果你不是用Fold,Wile也可以 Wile回圈跟Fold回圈搭配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強制讓它離開這個回圈的話 就是加一個Breaker就對了 那Breaker尤其會跟那個Wile回圈搭配的機會會更高 為什麼?因為Wile回圈通常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它如果沒有Breaker的話,它就跳不出來 它變無窮回圈了 那反正Fold回圈一定有範圍,跑完就跳了 即便沒有Breaker,它也會自動就停下來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是把程式經濟 另外就是這個Else,它是對這個Fold回圈的Else 所以跟之前的語法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特別注意,我怎麼知道這個Else是跟Fold搭配的 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它的縮排位置 一定是對的嘛,如果你縮排位置假設說我們剛剛是放在這個裡面的話 那這個Else就是對的是一副的Else 所以放的位置很重要 如果說你假設是放這裡面跟放外面,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縮排的那個階層關係 所以我一直強調,在Python裡面這個階層很重要 而且同學好像常常為這些階層會比較頭痛一點 再慢慢要習慣 如果你做錯沒關係,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改再RUN 其實我講過了,因為我們上課不可能一直改再RUN 這樣會浪費太多 但你平常練習的時候,你可以多做一點這樣的測試 沒有關係,錯了沒有關係 但是考試不要錯就好了 平常錯沒有關係 平常像有的時候錯幾次 像我們平常背課的時候,我們錯了N次你也可能看不到 我們背後的辛酸血淚,你們也是看不到的 可能我為了要上這個課,我在背後要練多久 你們也是不了解的 OK,你不要以為說老師輕鬆愜意 可以講得這麼好像沒什麼 你不要抬上三分鐘,抬下不知道 花多少時間在那邊 好幾個夜晚都沒辦法睡好 很多 尤其是像這種課程剛開始要開的時候 當然你們不要說我們也可能會有不熟的時候 不是說馬上一下就熟了 一定也是要經過一番的努力 所以我剛開始叫陳氏的時候也很痛苦 每天都睡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說真的 你會做跟你會教是兩回事 你寫得很好,你平常專案怎麼寫都OK 隨便寫沒關係 你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但是教不一樣 你不能說你自己懂別人不懂 別人就在那邊頭硬腦脹 想說老師講什麼東西 怎麼完全都講自己開心的 別人都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你還要去思考說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是去講別人才比較能夠懂 OK,而且寫的方法你要一自信 不要說有的時候 像你平常寫的時候你怎麼寫 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但是你上課的時候不行 還是要有一個固定的講法 OK,所以特別注意這邊的縮排 你要往前推的話 我們TAB是往右邊推對不對 如果你要往前推 就這兩行一起推的話 其實就按SHIFT 按住再按TAB 這樣就可以了 OK,所以這個也是一些重要的關鍵按鍵 所以像有的地方如果我做太快 像昨天好像同學說 老師你怎麼註解一下就OK了 我好像有講過 可是你也都忘記 沒關係,如果我做太快 你假設沒辦法跟上 你可以再提示一下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透過影片 所以我都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影片像昨天我有提到 就是說好像我第二次上課 那個順序有不對 所以回去的話 我又把它順序再把它移一下 這個順序不是說傳上去 它自動排列整齊 沒有,我還要自己把它排列一下 不過我的那個影片的製作 已經比別人還要更簡單 因為我都沒有後製 但是別的就是像YouTuber 光後製的時間就非常的長 還有呢,當然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上面沒有字幕 OK,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別的影片人家都有字幕 為什麼你的影片都沒有字幕 看得很累耶 也對啦,我也想 但問題你幫我打好不好 打字幕這個很麻煩的 OK,不是像想像中你要加就加了 但是其實我有試過 其實你可以用Python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還是有 我實際上還在做一些測試 因為Python裡面有一個套件 它就是說你聲音可以自動幫你轉成文字 OK,那我有試了自己成功 它可以,麥克風聲音也可以 馬上變成文字 有點像語音辨識啦 Google裡面的套件 然後呢,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一定只接受那個WAV檔 WAV 所以我要把影片變成WAV檔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你要免費的話 你只能 它只能接受你大概大小 20Mai以下 如果20Mai以上它要收錢了 OK,所以這怎麼辦 所以我必須要切很多段 然後再辨識 辨識完之後再放到字幕 哇,也是非常大的工程 不過我如果這東西可以寫出來的話 對很多YouTuber應該是福音 有沒有,很多YouTuber就可以 可能你也可以賣給他了嘛 他基本上他就不用再花時間上字幕了 自動辨識 自動上字幕 多好 OK 那目前的話呢 可以是一個方向 如果有做出來 那可以把它商品化 對不對 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商機 OK,所以以後你們也可以去思考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大家需要 可是沒有人去做 那你也可以把它想出來 幫別人解決個問題 然後他付你一點合理的費用 我是覺得這合情合理 OK 就像說現在很流行 什麼UberEat 或者是什麼那個Founder 其實也是解決你吃飯的不方便 你要跑一圈 它是送給你 那它主要像那個平台 只是幫你煤盒而已 OK 所以有的時候解決別人的不方便 其實就是你背後 可以獲取利益的一種合理方式 像之前還常遇到出國在外 常常那個行李拖著很不方便 那行李怎麼辦 你可能要找寄物櫃很不方便 因為要走很久 所以有一家廠商很聰明 軟體公司 他就跟每一家那種商店簽約 就是說呢 人家如果要記錄的話 可以透過他的App 找到你們那邊 然後他會把行李寄放在那邊 你收他一點費用 那我們再來分 他只是一個做什麼 行李跟商家的媒合的角色 這不錯耶 我有看真的不錯 而且慢慢好像越來越多商家接受 因為對商家來說 每天都有人在那邊嘛 比如說眼鏡行 比如說那種一些什麼小店 他反正開著就開著 他只是提供一個小小的地方 OK 然後呢就是幫人家看管一下 因為都會有人嘛 或者是說飲料店嘛 飲料店也還OK嘛 反正放裡面一個地方 他們也可以多賺一點錢 而且也會有旅客到那邊去 何樂不為 對不對 還可以買飲料嘛 OK 那當然也是一種便利的方式 然後中間他平台就賺那個 每一格的這個 就是說這個收一點費用 我覺得也OK啊 現在這種東西越來越多了 主要 所以你可以想到很多地方要創業的話 你就是解決別人的不方便 就是你可以賺取合理這個利益的一個 一個空間啦 什麼地方 蠻多的啦 實意住行育樂嘛 對不對 像我們也是啊 我們可以解決別人學習的不方便 也是我們的貢獻啦 對不對 我上課也可以把它錄下來 如果我不錄下來就沒有啦 對不對 但我錄下來的話 就是我的資產啦 這就是我的智慧財產權 對不對 那我上課我也可以 我的程式我寫的嘛 那也是我的智慧財產權 對 那我們只要上課就可以有一些 何樂而不為 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感覺上 我們是被需要的人 所以也是存在感吧 所以我們錄影片 有時候也是刷存在感的一種方式 OK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 這個東西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到底是不是能夠賺到錢 已經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有時候可能會在乎的就是說 這個觀看次數 OK 那如果你觀看次數越少的話 感覺就是說 你沒有特別被 就是被需要 不過以這樣來看 其實看得出來 我們這一班的努力程度 是有一點在需要再加強 如果跟那個 OK 當然 每一班的情況不太一樣 我是也可以接受 不過 我會放這邊 我是希望說 做這件事情 是希望對大家有幫助的 OK 其實這不是說我一定要做的 OK 但是我覺得我有必要做 OK 就這樣了 如果哪一天你突然需要的話 你可以想到 有人會在那邊 可以願意提供一些協助 OK 好 那 再來的話 其他也是 都這樣 就是你點選 然後影片部分 當然也可以download下來 像YouTube 可以找那個YouTube 不過其實Python 本身有套件 可以下載 程式大概也是五六行 全部影片就下載下來了 之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講 這還蠻方便 Python其實本身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只是當然前提 你還是要熟悉 Python的語法 為什麼你要download 一定要跑回一圈 對不對 然後要告訴他網址 然後他整個幫你整批抓下來了 OK 其他的話 當然我目前的訂閱人數在這邊 那我目前的影片跟清單 其實有一個方法 其實我一直都會有影片更新 所以像昨天有同學問到說他想要學資料庫 對不對 或者想要學視覺化的相關設計 在其他班級的話 其實這邊也有其他班的東西 你們應該也可以看到有沒有 update就是seql語法的那個 這邊都跟資料庫有關的 不過這是在其他地方上課的 如果你們想要多看的話 不過當然你就自己找一個順序 然後這邊也有 甚至我之前教VPA的 像做表單的部分 或者視覺化報表的 這邊都有 OK 非常多 因為我上的課其實還蠻多元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上面自己再找一下 或者是說 甚至你可以用搜尋 善用搜尋功能 這邊都有 我目前這個頻道 總共放的影片數量 已經超過兩萬個了 兩萬個 OK 真的是 那從最舊的話 你可以排序 最舊我是從2006年 12年前 這12年前有沒有 就開始做這件事情了 一直做到現在 那當然熱恥不疲了 還有播放清單裡面也可以找到更多 這完整的影片這邊都會顯示出來 不過可能會放一段時間 但一段時間它就會慢慢消失 因為我也不能 不可能說 你說 老師你可以無償的通通給我們好了 當然也有點困難 對 總是還要養家活口 對 通通給你無償的 不過當然也是一種智慧財產權 我覺得你們慢慢應該可以理解 OK 所以合理的你如果要看沒有關係 但是會放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它可能就會不見 那你如果在這一段時間內 你可以趕快看一下 或是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只要不要把它燒成光碟拿去販賣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OK 好 那大概這題外話 那我們接下來 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像這一題 後面的話 我們會需要做到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 就是所謂的function 制定一個 在VPA裡面其實也有 VPA裡面的sub 跟function 其實 就sub其實就指程式 也就是說 就是一個 在那個什麼 在Python裡面 就是一個 所謂的制定函數 那比如說 我今天 假如說我要把這一段程式 把它變成一個function 然後一個主程式去執行它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下 在第四類 第五類 第五類的話 就是calning 會不會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 OK 那怎麼制定函數 其實可以分兩種 一種其實跟VPA很像 sub就是沒有回傳值 sub應該你們寫過sub吧 sub就是跑完了 按鈕按下去跑完 它不會return 不會返還給你任何東西 OK 那另外一種是有function 有沒有 VPA裡面有function function就是什麼 它最後會把它的計算結果return 回來給你 所以特別注意喔 制定函數分兩種 又是兩種 一種是沒有回傳值的 做完 自動執行 不會回報 OK 一種是呢 會return給你 一個結果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呢 我要把這一段程式 改成所謂的制定函數的話 該怎麼做 python裡面的話 如果要改制定函數喔 那第一步的話 特別注意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如果你要制定函數 請你要寫在上面 我印象中不能寫在下面 寫在下面會出錯 一定要寫在上面 但是在VPA裡面喔 寫在上面寫在下面都可以 比較沒有關係 那python的話呢 固定是要寫在上面 那所以我們在上面喔 我enter兩下好了 然後打一個名稱 也許我要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 它的開頭喔 如果我今天是VPA 是打個sub 一個名稱 小瓜糊 有沒有enter 然後enter sub 在這裡的話要打什麼 打df 反正它的開頭就df 名稱不一樣喔 其他語言也許名稱不一樣 像VPA我剛剛講就sub 那在這裡的話呢 它叫df 打一個它的名稱叫tesl 然後呢 小瓜糊一下 那小瓜糊完之後 它會製造幫你加一個冒號了 OK 所以這個冒號可以不用打 enter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中間這一段程式 把它就是input 還是在主程式input 可是呢 我要做計算 我把它搬到哪裡呢 就是第一行以後的 把它搬到上面這個tesl tesl的制定函數 名稱 那我怎麼搬呢 其實把它選起來 拖拉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 記得喔 因為它的階層有沒有 是在底下的程式 必須在這一個df的後面 所以記得要多按什麼 一個什麼 TAB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直接就是 它這邊tester 然後接下來就是判斷 不過問題來了 你如果要判斷的話 那你必須要傳一個東西給我 所以呢 我們就把plunk這個 這個參數 透過這個刮鬍 帶過來之後 它就跑跑跑 一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只是把下面這一段 放在這裡 然後呢 跟主程式溝通 怎麼溝通 就是在這邊打一個test 然後他就知道 你這邊有個test的plunk 有沒有 它會自動出現 而且告訴你這一段程式 其實就這樣 然後呢你就刮鬍 我跟他講說 我已經輸入一個東西 然後我把這個plunk放進來 透過參數的傳遞 丟給他 透過他這邊呢 去做執行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名稱 叫plunk 到這邊呢 如果你不要叫plunk 你可以叫P沒關係 這個名稱 不一定要叫一樣的 你傳過來的名稱 反正這個跟這個要一樣 這個跟這個要一樣就可以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道理 好我們 我們的那個 置頂函數寫完了 這個是沒有回傳值高 也就是說主程式在這裡 當他輸入之後 他會去呼架什麼 傳一個 比如說53 他會透過傳參數的方法丟給P 然後P在執行完之後 如果是直數不是直數 也直接在這邊做處理了 他不會return 這個是沒有return的 OK 看得懂吧 OK 那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 執行 然後輸入51 51不是嘛 enter 不是直數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結果一樣耶 對啊 其實只是說 我們把這個程式變成 有制定 有function的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不是一樣嗎 因為如果你程式很多地方都會共用 或者重複的程式 那你一定要把它獨立出來 每個地方都要判斷直數 那你幹嘛每個地方都寫 那你不如什麼 寫成一個function 讓大家呼叫 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千萬不要一樣的東西 成是 這邊也有 那邊也有 那邊也有 你一定會被罵的 明明你就寫一個制定的方 你是不會 老師沒教 要推個老師了 我說有教 OK 由影片為證 所以下一次 你說老師沒教 可能你老闆說 那我youtube看 我在youtube找找看 吳老師有教啊 對不對 OK 之前還很妙 之前有同學去面試 然後面試 他說 吳老師是那個吳老師 吳老師我認識 後來就OK 就媒合成功了 就他們面試的主要話題 都一直圍繞到 在吳老師的課程上課上面 OK 他後來有回來跟我講說 老師他有認識你耶 對 OK 因為這樣的關係 好 那 所以 特別注意 第一個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所以 最後的話 我們要呼叫他 就是把他寫這樣子 怎麼寫 特別注意 他主要幾個地方 原來怎麼樣 原來是放在 這邊不用 原來是放在 放在這邊 在上面加一個DF 1 有沒有 TES 然後第二個就是 把底下這一段 有沒有 這一段 放過來 按一個TAP鍵 然後呢 並且要呼叫他 你就打一個TES 然後傳東西給他 傳什麼呢 傳輸入的這個詞給他 那他要接 名稱的話 也要這個好了 如果你不叫這個 你叫P也可以 如果你要 怕說會混淆 你就這樣也可以 欸 不 這邊應該也要 這邊也要改 如果這邊改的話 這邊也要改 不然會錯 OK 反正呢 這邊都要改一樣的名稱 RUN的話呢 就OK了 所以這個是沒有回船詞的 欸那你想說如果要回船值 該怎麼辦 欸我不要直接就在那邊 我要Return結果 然後呢 告訴我我要輸出 我在這邊輸出 那程式如何寫 請各位先試一下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撰寫一個沒有回船值的Function 這個就沒有回船值的制定函數 OK Function就制定函數 如果一般書裡面有翻譯成叫函數函式 其實都一樣的東西 就Function OK